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和我们一起记录台湾 大稻城在过去不光曾经是最繁华的贸易港口 也是一个美食集散地 像迪化街、永乐市场一带 就聚集许多传统小吃摊 许多店家都已经超过60年的历史了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去品尝传统的大稻城美食 一颗颗北袍袍又迷迷的鱼丸 在锅子里不断滚动 看起来又Q又软又绵密 也难怪都还没起播 就已经有人等着买了 位在大稻城的这家福州鱼丸 已经有65年历史 早上9点刚开店 人潮就络绎不绝 创始人郑一凯是福州人 当年因为打仗来到台湾 后来便落脚在大稻城 卖起家乡鱼丸 口味自然到底 吃起来要软棉滑嫩Q 里面还要有汤汁 客人在吃的会喷到对方去 传说中的软棉滑嫩Q 就是外皮又软又棉 吃起来却滑嫩有弹性 咬下去肉馅扎实 轻轻一压还会流出满满汤汁 丰富细致的口感 让不少人一吃就上瘾 吃起来很爽口 它都Q字不够 里面有汤汁吗 有 有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第一次吃起来 就感到惊喜 非常美味 非常美味 嗯 老闆湛東雄是魚丸店的第二代 每天早上都要現打魚漿 來自東港的黑鯊魚肉 加入地瓜粉不斷攪拌 外皮要好吃的秘訣 就在於兩者比例 魚漿要打得多軟 都得靠手感來決定 拿在手上 它不會一直流下去就可以了 太暖了 吃了它口感會比較爛 就沒有那麼Q 對 都會比較爛 搭好了魚漿 接下來就輪鮑魚丸大隊上場 內蟹是黑豬的後腿肉 加入青蔥跟醬油調味 再用湯匙一個個包進魚漿裡頭 可別小看著動作 外頭的漿要裹得多夠 可是有詢問的 我們包的話 是盡量不讓它破出來 破了那個蟹就外包 就不會有湯汁了 對 就是一定不讓它破 包好後的魚丸再丟進鍋裡煮 等到變得白白碰口 就是古早味的福州魚丸了 煮剩下的湯則會拿來熬至湯底 為了讓湯頭更鮮美 老闆甚至還用鯊魚骨來熬湯 這個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外面也很難買到 這隻就是算 算鱗骨 它的從頭到尾巴 就是只有這一條骨 背上那一條 對 跟它的情緒 對 甚至 就連這道現燙鯊魚皮 也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QQ軟軟的魚皮汆燙後 淋上醬料跟油蔥 吃起來彈牙又有膠質 和軟綿滑嫩Q的魚丸 也就成了最佳製配 同樣是大道成的經典美食 這家市場旁的奇魚米粉湯 生意也好都不行 小小的路邊攤開了八十幾年 一二代的老闆娘 忙到手從沒停過 美味的力絕 就在於上頭這滿滿的奇魚肉 上頭就是用鯊魚熬湯 為什麼是要用鯊魚 不是用別的 這是我公公花米的 鯊魚本來本身就很好吃 它還可以做生魚 三 二 三 好 用大量的奇魚塊熬製湯頭 起鍋前再加入 自製的紅蔥頭跟韭菜花 讓出完米粉湯 出門魚的鮮甜 又帶點豬油的香氣 每一個米粉 更是吸了飽飽湯汁 讓不少人一吃就是幾十年 吃了差不多四十年 別的地方好像沒有加那個 鯨魚 它有那個鯨魚香 剛開始的時候才十二三塊 對不對 那現在一碗多少 現在一碗好像三十五 兩個人 現在來兩個人 這裡的炸物也是一絕 像是炸蝦仁 炸鵝啊 到魷魚都超有人氣 不過最受歡迎的 可是這個紅燒肉 店家選用豬的夾心部位 以自製的紅燒醃到入味 接著才下鍋油炸 但您注意到了嗎 炸紅燒肉跟鵝啊蝦仁的鍋子 是分開來的 原來兩者的油溫有差喔 炸肉的話溫度就不能太高了 如果說炸這種蝦仁鵝啊的話 溫度就要高一點 因為你溫度太高的話 外面容易焦掉 然後焦掉 然後裡面那個湯汁又會不見 連炸的東西都很講究 也難怪這紅燒肉外酥內嫩 肥瘦均勻 小攤子的高人氣 更是維持了八十多年 都沒變過 只是這家奇餘米粉湯 只賣早場 中午一點過後就準時收攤 因此想吃的人可要趁早 兩個花生加油條 一個花生 油條都整條的嗎 都要半條 都要半條 吃完米粉湯 別忘了常常這晚冬天 才吃得到的超人氣花生湯 老闆本來是靠古早味的杏仁路 闖出名號 但因為冬天銷量較差 二十多年前 才開始煎賣甜湯 沒想到 反而煮出了更厲害的夢幻甜品 所有的豆子 頭刀最糟糕 要熬一個多小時 因為一般紅豆差不多兩小時 如果烈豆差不多六點半小時 都時間也不一樣 老闆用的是含油量特多的北港花生 放進鍋子裡細火慢熬 至少要七小時以上 花生才會軟爛入味 而且表面還得浮出一層 金黃色的花生油 這可是一般店家用壓力鍋煮花生 看不到的 可是那個油氣跑不出來了 就香度就跑不出來了 所以一定要像這樣子細火 對 慢熬 細火慢熬 慢工出細火 然後它那個香氣才會跑出來 花生這樣吃起來才會好吃 很搞笑 瞧 煮好過的花生 泥泥泥桑桑一壓就碎 要蹲上桌前 還得分成兩鍋來煮 原來是客人喜好的甜度不同 就怕加水稀釋 會沖淡了原有香氣 所以其中一邊 是不甜的花生原汁 這是正常的花生 平常客人吃的 到時候配料比較甜的時候 人家不會吃那麼甜 我心想要再用 一些花生的湯汁來這邊 撈過來 讓它不會那麼死甜 小地方的堅持 讓老闆的花生湯喝起來 就是濃郁 無論是搭配油條 還是古早味的碰店 都是內行人的吃法 這花生配油條是最大的享受 這樣子 如果嫩的話 它的味道就香了 你也沒有嫩的話 就不會香了 就連紅豆湯都是用品質最好的 萬丹紅豆熬製而成 綿密香甜的口感 吃起來入口即化 再搭配現點現煮的芋圓跟湯圓 也是老饕們的最愛 煮得有透 有爛 很綿很好吃 料又多 一鍋煮不行 再煮兩鍋 兩鍋不行 再煮十鍋 十鍋煮不行 就是煮十五鍋了 慢慢一直煙化 然後煙化到現在 老店的用心 讓簡單的小吃 變得很有內涵 大稻埕的古早味 無論哪一樣 能夠在地飄香數十年 絕非偶然